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能有这样的屏蔽作用 把所有繁星的事情排斥在外 还有一个登山人 他就发现自己在登山的过程中间 登山这个事情本身就成为他在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 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是自知老外 跳舞的人进到跳舞的状态之后 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感觉 这就是特别自信 特别的自豪 特别的身心合一 所有这种繁星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时候都会丢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他的flow的潜意很多的部分 描述这个体验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样的一种体验 如何去科学的定义 把它分析出来呢 所以这个教授总结出来 大概有这么十几种 他认为很重要的成分 属于我们心流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这就是是不是进入到flow状态 那么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是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你能够全身关注 不关注别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叫做心无旁骛 这就是你完全投入 同时呢 知行合一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自己的行动和你的意识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就是你不需要刻意地去做知行 就是你觉得就是不由知主的 他就在做这个事情 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比如说跑步 所以跑步一开始 你都觉得要用力 用劲儿 用这个意念来让自己跑 一开始还不愿意跑 跑得也不顺 但是你发现你跑过这个30分钟之后 有一种感觉 这个腿呀 他就不由自助的 自己在跑 完全是沉浸其中 跳舞的人也是一样的 当他进入到一种浮流 心流状态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这个身心合一 他完全是望乎所以的沉浸其中 这是一种感觉的状态 而且呢 做得特别的顺 特别的流畅 有一种完美的掌控感 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得很好 我也不担心结果 也不担心这个失败 也不担心大家评价 我就自己的 自得其乐的沉浸其中 这是这个感觉的状态 我好想伸出手拥抱这个世界 这个就是 读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 那种澎湃的 flow的感觉 心流的感觉呢 这种视野而出 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突出 我好想伤出手拥抱这个 我好想伤出手拥抱这个 那种感觉 我好想伤出手拥抱这个